家里的包谷都收了 今天一大早来折点包谷 回去喂羊 因为我家的羊 每天下午一回来 就要喂一点给他们吃 折好包谷了 等下回去还要喂猪 还要放羊 像我这样 真的是给年轻人多后腿了 明明是三十来岁 却活成六七十岁的样子 可能比我年纪大一点的 可能都会打牌 打麻将 K哥 抱拔 像我一样都不会 不抱拔 不蹦跌 不喝酒 不打牌 不打麻将 就会干农活 这样的妹子算不算是好妹子呢 我家今天的包谷不是很好 好小一个哦 平时老是说要来帮我干活的 今天肯定没人赶出生了 我们这里这个时候就是农忙了 要收包谷收花生 朋友们你们坐在家里 干农活好还是在外面打工好 这个时候肯定是在外面打工好 天气这么热 在外面打工还可以吹工条 早上的话不用这么早起来 打工的话 以前我在外面 八点钟上班 一般都是七点二十来起来 在外面打工 在家里活生生的 硬生生活成一个女汉子 哈哈哈哈 长得丑活得丘 哈哈哈哈 长得又矮 人家说那句话怎么说 盐斗加虫 盐斗加虫 一米四九 角角文化 早上来少一点 然后这个包谷的叶子上面还有露水 然后这个圆软的 上面的毛就不会弄到身上痒痒的 这样好一点 刚买胃来的肢体精 现在蛮大了 大花朱 过年就可以吃了不 这样子扎出饭的就来我家啊 到时候 在评论区报名啊 哈哈哈哈 好烤 拿我来晒一下 然后我用那个鸡子拿来摇就好摇一点 先去割饭去吃了饭就去放羊了 视频就拍到这了 拜拜